1931年日军在东北蓄意挑起战争 企图占领中国东北地区 由于当时的东北军 司令张学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没有看出日本的狼子野心 所以他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东三省很快全部落入日本手中 时隔六年的时间 膨胀的日本侵略者 再次发动战争 妄图完全占领中国 由于日本工业和军事技术发达 所以中国在抗战出其处处落败 尤其是日本海军 当时号称是世界第一 所以日本入侵中国以后 基本上所有的沿海 省份很快便都陷落了 但是有一个省却始终未被大规模攻占 它也是中国的沿海省份 这个省份就是福建省 福建省能够长期保存下来 有许多原因 首先福建省是一个沿海省份 日军强大的海军随 时可以对福建进行攻打 加上它其实已经处于日本占领区的包围 省内的武装实力队 日本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日本并没有太过重视这个省份 其次福建省内存在许多的山区 在地形方面不适合 日本发挥他们的装备优势 加上福建省内还存在数量不少的国军和中共的游击队 攻打福建省短时间不易成功 而且容易造较大的伤亡 何不偿失 第三福建是一个资源贫乏的省份 不符合日军以战仰战的战略 加上福建不是国民 政府的战略要地也没有特殊的意义 所以对于日军来说 付出巨大的代价 攻占福建省 却不能带来相应的利益 还要浪费许多关键的战争资源 这对于日本这个小岛国来说难以接受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是福建的中华儿女都是感战之人 根据历史记载 福建人很少出汉奸 他们都异常团结 所以如果日军进攻福建 将会面临铁板块的福建百姓的反击 即使最后付出巨大的代价占领了福建 也会收到有力的反抗 治安也是一个大问题 将牵制日军的不少精力 因此虽然日军占领了中国半壁河山 沿海省市几乎全部陷落 但是由于福建的地 里位置和地貌特征 加上资源贫乏 让日军对福建的虫 是程度不是那么高 福建特殊的人文环境和民风习俗 也是日本迟迟不愿去碰触福建的原因 更何况福建还存在 大量的国民政府正规军 又是和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 这么多原因造成了福建能够幸存的特殊情况 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